天冷了逛街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可爱的毛线包包 我就买了六块钱一卷的毛线 准备给我的大肚背也穿个衣服 又可爱又方便携带的那种 就用这个颜色吧 上大学的时候还自语制过围巾 然后十几年就没有碰过这个东西了 都忘记了怎么挤针 打开了教程一步一步跟着做 还奔舌奔脚的 弄了二十分钟终于搞明白了第一圈怎么弄 然后第二圈第三圈开始就有点上手了 只要重复一种针法就行 然后用别针标记一下位置 制的时候就不迷路 这个保温杯容量很大 制了四圈才刚好底部的大小 然后就往上制背套的身体 现在换进了得多喝点水 今天你的喝水量达标了嘛 这个保温杯内胆是316不就刚才制的 保温很nice 喝一杯一天的水量就够了 这一圈上手了后就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画边看起来难 但没想到这么简单 很快就制好了 这个保温杯已经自带背带了 外出可以斜跨 所以制一个手提的袋子就可以 制好了缝在身体上 就整个背套就做好了 制了几个小时看到成果 好有成就完啊 保温杯放进去大小也刚刚好 刚好家里翻出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买得起的小可爱 看看哪个最合适 可以贴在这里装饰一下 我觉得风铃最好看 你们觉得呢 这样小可爱的衣服就做好了 挂上拎带 春吻的时候就可以斜跨了 这么可爱的保温杯 我会爱上喝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